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生成是AI应用成为全球科技业发展亮点,AI手机更吸引市场目光,业内人士看好。 联发科身为手机晶片龙头,今年业绩有望重返成长轨道。 随生成是AI晶片导入旗舰新机,有望激励获利成长。 联发科估计,今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仅成长低个为数百分比,约达12亿之水准。 但5G渗透率将从去年的57%至59%增加至61%至63%。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看好,2024年将是成长的一年, 也是下一个成长阶段的开始。 生成是AI应用,显然为联发科带来发展新契机。 蔡立行表示,去年其旗舰手机晶片营收成长达七成, 并贡献超过10亿美元营收。 该公司最新旗舰晶片天机9300得到市场相当正面的反馈, 市占率将持续提升。 包括Vivo、Apple和iCode旗舰手机都采用天机9300, 提供手机装置上的生成式AI功能。 该公司也将生成式AI带入高阶晶片天机8300。 联发科评估,今年旗舰晶片将有强劲的双位数百分比成长。 另外,蔡立行也指出,生成式AI开始渗透到平板电脑等装置, 有多家平板客户已在第一季采用天机9300打造支持生成式AI的旗舰平板电脑, 预估未来将有更多机种导入。 与此同时,英费林执行长尤恒·Henbach表示, 该公司正依靠人工智慧AI的蓬勃发展来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并通过销售更高价格的晶片来推动未来的增长。 尤恒·Henbach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传统伺服器包含价值65美元至80美元的功率半导体。 人工智慧伺服器的价格为850美元至1800美元, 具体取决于架构。 尤恒·Henbach称,对于数据中心半导体, 他们预计2024财年的收入将在几百万欧元。 但几年后,他们预计年收入将达到11欧元左右。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宣布退休后, 6月董事会也将改组, 由现任总裁魏哲嘉接任董事长兼总裁。 魏哲嘉全面掌夺之前, 台积电近期组织将大幅调整, 将有一连串人事新布局。 两位资深副总米玉杰·侯永卿将增加不同领域力量, 新接班梯队,正式成军。 对于此项营运组织调整, 台积电对此不做任何评论。 魏哲嘉未来接任董事长兼总裁, 称为继创办人张忠谋后, 台积电拥有参与公司决策方针和统帅三军大权的第二人。 据调查,台积电首波组织调整, 集中在多位资深副总的执掌调整。 第一波将过去被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视为二大核心部门且合作无间的营运和研发组织, 予以分切各有二位资深副总经理管辖。 目前,肩负台积电所有营运组织产品发展的是, 资深副总经理秦永佩, 将把美国地区的业务交由主掌研发的资深副总经理米玉杰管理, 主管资讯技术及资裁, 即风险管理资深副总经理林景坤, 则将部分资裁和IT业务分摊, 由台积电欧亚业务级技术研究资深副总经理侯永清接管。 至于二月,财刚卓升主管法务的资深副总经理方淑华 和主掌财务的资深副总经理黄仁钊, 执掌不便,仍分别担任法务长及财务长。 现任台积电研究发展组织资深副总经理米玉杰, 将监管美国地区的营运业务, 非美国区仍有营运资深副总齐永佩独军, 侯永清则监管资财和IT资讯。 从台积电这项人事调整可看出, 台积似乎要借由齐永佩和林景坤 在公司多年的丰富历练和经验, 培训米玉杰和侯永清两人能增进不同领域的历练, 这也意味第三代接班梯队将由米玉杰和侯永清两人出现。 另外,根据台中市政府新闻稿表示, 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于2月底宣布, 卫政部于2月下旬发文给台中市府, 同意台积电台中二七厂城市规划并更, 可展开扩展建厂。 预计台积电台中二七计划的4座12英寸晶圆厂, 将于2027年完工,有望增加4500个就业机会。 卢秀燕出席市政会议表示, 台积电在台中市已设有三个厂, 为依应全球供应链以及庞大订单量的需求, 台积电判在台中市扩建二七。 目前,整个程序已经告一段落, 由市府在2024年2月初报道内政部, 由内政部再报行政院, 行政院已在2月中旬备案, 内政部并于2月下旬发文给台中市府, 内政部已经同意, 台中市政府将公告发布实施。 卢秀燕强调, 市府这两日接到内政部的核准函后, 会尽快完成公文以及公告程序, 台积电即可开始扩建及相关建厂计划。 此次预计要建四座12英寸晶圆厂, 制成预计是在2奈米以下, 预计2027年完工, 增加4500个就业机会, 相关产业产值每年1.2兆新台币。 卢秀燕进一步指出, 台积电与日本雄本兴建速度之快, 但有出现一点缺水的情形。 而台中市之前, 已获得台水跟台电公文保证, 台中市优先供水供电, 请民众不要担心, 然相关制成将还是以台积电公布的为准。 之前有消息称, 台积电中科2奈米, 厂确认将延后交地, 因此台积电决定将高雄厂直接切入2奈米, 项目预计2025年量产。 根据目前已知讯息, 台积电准备在中油高雄列油厂就职, 兴建两座12英寸晶圆厂, 包括第一期月产能4万片的7奈米及6奈米晶圆厂, 及第二期月产能2万片的28奈米及22奈米晶圆厂。 若投资计划确认, 第一期晶圆厂完工时间为2024年, 2025年将会进入量产阶段。 台积电2奈米主要生产规划会先放在新竹宝山, 台积电内部定为FED2市场, 规划兴建P1-P447工程, 而P1目前正紧锣密鼓杆进度, 预计今年可实现风险性失产, 2025下半年正式量产。 与此同时, 引营上一名认证为苹果员工的账户显示, 苹果公司已经开始设计 基于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晶片, 而它恰恰就参与到了该项目中。 目前台积电正在积极推荐2奈米工艺节点, 首部基台计划2024年4月进场。 此外, 台积电似乎已经开始研发更先进的1.4奈米, 晶片预计最快将在2027年温室。 还有消息称, 苹果正在寻求预定台积电1.4奈米和1奈米技术的初始产能。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